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办法改写的 大家一定还记得 小说里面写贾家侍仆的后代 赖尚荣当上了一个县官 赖妈妈到贾府里面说了一些话吗 赖家是贾府的老奴仆 这些奴仆仗着主子室里 自己也可以过一种 社会上一般人很羡慕的豪华生活 而且为自己的后代谋取到一官半职 但是赖妈妈教训赖尚荣时 有句话很沉痛 就是 你哪里知道奴才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他还说 你一个奴才秧子 仔细折了服务 生活里的曹家实际上也有这种隐痛 因此 在选秀女的时候 他家女孩的竞争力 当然就不如真正的满足 正白起主子家庭的那些女儿们 你比得了人家吗 你能一下子就分配到皇帝的身边吗 这种家庭送去的女儿 选来选去 最后能送到皇子身边 送到太子身边就很不错了 群方开夜宴时 众人调侃探春的话 就反映出 那样出身的家庭 一个女子 有希望能成为王妃就很不错了 所以贾元春的原型 应该是曹家的一个女性 最早应该是到了太子府里 她究竟是伺候太子 还是伺候红夕 还是伺候太子妃呢 这个就不清楚了 但是从书中所逗露出的信息分析 她很有可能一度得到印人的喜爱 否则 她怎么会非要让家人 在五月初一至初三 到清虚观打叫呢 虽然在书中 她已化为一个艺术形象了 化为贾元春了 但是从艺术形象回溯的话 原型显然会有这种心理动机 会做过类似这样的事 因此增添了这样的论据以后 我在上一章告诉你的 由贾元春来告发 秦可卿真实出身的论断 那就更符合逻辑了 因为在现实当中 如果是一个假家的女子 她最早选秀女 被选进太子宫里面 在那里边生活过一段的话 那么她对太子府的一些隐秘事情 就会有所耳闻 有所觉察 关于她自己家族 藏匿了一个从太子府里面 偷渡出去的女婴 她后来也是能够获得这个信息的 并且经过长期的观察 思考以后 她是可以得出 两者必有关系的结论 她揭发了那个被藏匿的 女子的真实身份 造成了那个女子的死亡 尽管她觉得自己忠于皇家律法是正确的 也没导致自己家族受到处罚 甚至还相当风光地了结了那段孽缘 但她内心里毕竟不安 她就私下里派太监给家里送银子去 让家人给那女婴的父亲打平安教 以免冤家来跟她纠缠 所以从这样一些分析来看 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推测的曹家一些情况 和小说里面所呈现的艺术文本 是对损的 因为我确定的大前提 是《红楼梦》具有自序性 自传性 那么我这样一些思路 都应该是成立的 否则小说里面 不会有这么多的逗漏之处 细读小说 还要细读第十六回 第十六回非常的重要 有人跟我讨论过 说第十六回有点说不通 那就是贾政正在过生日 忽然宫里边就来了一个太监 一个夏太监 来夏圣旨 贾氏就慌得不得了 书中说 虎的贾政 贾舍等一干人 不知是何消息 后来宣贾政入朝 贾政就去了 贾舍等不知是何兆头 贾母等何家人等 心中皆惶惶不定 书中多次写到 贾母心神不定什么的 有人跟我讨论说 这个写得很没有道理 秦可卿这个事 不是已经画了句号了吗 了结了吗 第十六回是在 第十三回之后了 对不对啊 这秦可卿的丧事都办完了 皇帝都派了大太监亲来上纪了 各路的公侯都在路边陆纪了 北京王都亲切地接见了陆纪当中的贾宝玉了 你贾家心里还有什么鬼呀 你这是干嘛 怎么会皇帝一下旨 让贾政入朝就慌成这个样子呢 这写什么呢 也有人说 这是不是皇帝对第十三回到第十五回所写的那些 那样允许贾家大办丧事后悔了 所以又来问罪啊 但是 接下去没有那么写 接下去的文字里 根本没有关于秦可卿的字样 完全写另外的事 写贾家很快 转孔为喜 赖大这些家人就回来报告说 老爷还请老太太带着太太等进朝谢恩 这闹半天呢 是好事 大喜事 贾元春 才选凤枣公了 接下去写到贾母他们 方心神安定 不免又洋洋喜气迎塞 再往下就是那句很重要的话 又是我那个词叫逗漏 写大管家赖大 向贾母报告说 如今老爷又往东宫去了 为什么要往东宫去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些写法呀 本身都说明 他是在写真实生活当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这个重大的事件 那就是雍正的突然死亡 以及乾隆的匆忙继位 雍正是在雍正十三年的八月去世的 死得很突然 上午还好好的 忽然到傍晚就传出他驾崩的消息 到现在 你都查不到详实准确的档案 说明他究竟是得了什么病 因为什么死的 民间有传说 他是被仇假 派刺客谋杀的 有的历史学家推测 他是扶丹沙 急性中毒身亡 那么 《红楼梦》第十六回在写什么呢 这一回呀 实际上写的就是雍正的豹王和乾隆将从东宫移到主宫去当皇帝的这样一段史实 明白明白我的这个意思 第十六回反映的真实生活那就是雍正豹王和乾隆的登基 贾正作为一个官员 他在家里面还在大摆宴席过生日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不知道皇帝会出事 如果是皇帝病了 甚至是一个太妃老太妃病了 按当时的规矩啊 这些贵族都不能够再进行娱乐活动 都不能够这样大摆宴席 这就说明曹雪芹很真实地写出了雍正死亡的状态 那是突然死亡 所有人都没有能够预感到现实生活里面的曹甲 转化到小说里那就是甲家 也不例外 小说里面的皇帝是把康熙 雍正和乾隆综合起来的一个模糊的形象 所以在小说里面皇帝上面还有太上皇 记得吗 他有这样的写法 其实在曹雪芹在世的时候啊 从努尔哈赤算起一直到雍正 没有任何一个皇帝自己啊 当过太上皇 或者他当皇帝的时候上面有太上皇 乾隆当过太上皇 但是那个时候曹雪芹已经去世 起码有三十多年了 曹雪芹不可能去预测乾隆以后当太上皇的事 他也没有必要预测这个事 他之所以在小说里面写皇帝上面有太上皇 就是因为他们家族对康熙有一种亲切的感情 于是他就把康熙也写成好像还没有去世 把康熙 雍正 乾隆 合并在一起来写 但是在第十六回的这一笔所写的 应该就是雍正的突然死亡 这个消息传来以后啊 小说里面的贾家荒作一团 这样描写是正确的 并不是因为什么秦可卿的事了 他们才那么慌张 实际上他是暗示政局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令贾家惊恐 一朝天子一朝臣啊 生活当中的曹家是尝过这个滋味的 康熙一死 曹家就立刻失去了皇帝的宠爱 马上生活就发生了巨大变化 甚至发生了惨痛的转折 所以当雍正突然死亡的消息传到曹家的时候 可想而知 现实当中的曹家肯定是乱作一团 虽然雍正对他们很不好 他们对雍正的感情应该对康熙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样一来 命运的不可知的成分显然就又增加了 所以曹雪芹把这个情况移到书里面 就出现了贾家不知是何兆头 贾母等和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的慌乱场面 他这样写非常合理 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消息的这些王公大臣 首先当然要到正宫去 皇帝死了 要履行某种仪式 也得有所表示 然后凡是和即将继承王位的皇子有关系的 就应该去东宫 到那个继承皇位的人居住的地方 去表示祝贺 所以如今姥爷又往东宫去了 写得很准确 当然 我刚才已经说了 现实当中雍正采取的是秘密建储的传媒方式 不立太子 没有明确地告诉大家 也没有告诉弘历本人 说你就是我的接班人 今后皇帝让你当 雍正是秘密地内定了 由弘历来继位 但是在雍正晚年的时候 大家都看出来了 他看中弘历 虽不明说 但很明显 继承他皇位的应该就是弘历 所以在小说里面 把弘历的居所称为东宫 也很自然 东宫就是皇储住的地方 反映到小说当中就是 第十六回写的这个情况 老爷又往东宫去了 肯定下面有人要跟我讨论说 刚才你推测贾元春的原型 最早不是送到印仁那去了吗 怎么会现在小说里又写成了 老爷又往东宫去了呢 然后传来消息 小说里面的贾元春就得到晋升了 就才选凤枣公了 就进封为凤枣公上书 加封贤得飞了 这怎么回事呢 这一点呢都不奇怪 因为你查一查清朝的有关档案 就可以发现 这些选秀女被选中的女性 当她们没有成为皇帝身边宠爱的女子的时候 她们的命运完全由有关的六宫主管太监 乃至于由内务府来安排 可以多次重新分配 懂我的意思吗 你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人 你又没有真正成为皇帝身边宠爱的女子 就可以对你多次进行重新分配 那么在康熙的儿子孙子当中 身边的女子被进行重新分配的可能性最大的是谁呢 当然 就是两立两废的太子 以及她的儿子洪熙 而且我在上一章已经讲过了 老早在康熙的时候啊 康熙就觉得太子我不能让她继承皇位了 但是我要善待她 包括洪熙是我的爱孙 也不能亏待啊 但这些人搁在宫里面又不安全 对她自己不安全 对政局也不安全 于是她就决心 在现在叫郑各庄 过去叫郑家庄的地方 盖一大片房子 打算把这个废太子移到那儿去住 当然了 太子被废后 没活很久 康熙去世以后 他在雍正二年就死亡了 而且雍正那个时候面对的政敌太多 他觉得废太子 以及废太子的儿子洪熙 那都是死老虎 所以并没有对他们进行十分的迫害 当然他也对其进行严密的监视 但是表面上还容纳他们 就封洪熙为亲王 把他移到郑家庄去居住 在这样一个移工过程中 需要配备上下各种各样的人员 男的派做管家 扑从 女的就派去侍候王府的女眷 可以推测 在这样的二次分配当中 曹家的这个女性啊 就没有跟洪熙他们到郑家庄去 这也很可以理解 因为对废太子也好 对洪熙也好 给他们配备人员时 一般来说只能是做减法 不能做家法 道理是不是这样的呀 因为他们是政治上的弱势族群了呀 洪熙后来虽然不是圈禁 但肯定是被监控的 所以在二次分配当中 我们现在寻找到一个女性 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 可能就是曹家的一个女子 她在二次分配中 就被从洪熙那边 拨到了洪历的身边 她二次分配 也没能够分配到雍正的身边 她不够格 于是她就从康熙的嫡长孙洪熙身边 被派往康熙另外一个孙子 洪历的身边 这是当时这些女性共同的命运 她们像用品一样 不能自己选择去留所在 人家把你割哪儿 那就是哪儿 有的要经历多次的再分配 被挪来挪去的 但是她到了洪历身边以后呢 很可能在洪历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 就已经得到宠幸了 成为了一个王妃 小说里面把这些事写进来 她已经是王妃了 因此探春抽到必得贵婿的签 大家就跟她说 我们家已经有了一个王妃了 难道你也要成为一个王妃吗 这个话实际上是现实生活当中 曹家人嘴边的话 曹雪芹就把她写进去了 她写这个的时候 因为全书还没有同稿 从第一回到最后一回 她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地剃掉毛刺 她前面设计贾元春已经是做了皇妃了 不是王妃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 贾宝玉过生日的故事 可能还发生在这之前 她挪用了当时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 贾元春原型原来的身份 就是一个王妃 但是 她所伺候的这个王 一旦成为东宫的储君 一旦真正接替了王位 这个王妃和皇妃 可不可以就是一个人呢 就像太妃和老太妃 可以是一个人一样 当然就是同一个人 我想我已经把这个逻辑啊 给你理顺了 所以虽然寻找贾元春的这个原型 不是很容易 可是我们也还是获得了这么多的线索 那么贾元春跟着皇帝就过了一段 很美好的生活 但是好景不长 正像秦可卿可怕的预言一样 三春去后 诸方进 各自虚寻 各自门 在乾隆元年 二年 三年 这三个美好的春天过去之后 在第四春的时候 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现实中的曹家 这次是遭到了灭顶之灾 彻底毁灭 小说当中的贾家最后也是彻底毁灭了 因此我们就需要在下面继续探讨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贾元春的原型果然是先在印人红西身边 后到红利的身边 最后有幸成为红利身边的一个受宠的女子 那么小说为什么最后要写三个春天过去以后 在第四个春天 她就悲惨的死去了呢 在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原型事件呢 现实当中这个女子 想必也是在乾隆四年的时候悲惨死去的 其实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五回中 关于贾元春的叛词和恨无常曲里面 就对这个角色的命运 有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勾勒 有了非常明确的预言 但是红学界从来都对第五回里面 关于贾元春的叛词和恨无常曲有争议 那么我在下一章里面 就将向大家讲述 我对贾元春这个艺术形象 对他在八十回以后的命运 所做出的我个人的一个探意 推测 当然 同时也继续进行 我们的贾元春原型探索之旅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想要收听更多精彩小说 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声音哲景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暂时就应该订阅